天大地大 选民最大 欢迎你回到 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金普通 金执行长 来 普通通 我们继续 刚刚谈到比较你个人的一些事情 外界的观感 回到选战 你怎么看蔡英文 你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我记得我前一阵参加一个 青年的选战营 一个年轻的学生 也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当时举例就是说 很多人说这个蔡英文主席 跟马英九总统两个很类似 有人说是女的马英九 是 是 他大概不喜欢这个名称了 但是这两个也许在乍看之下 我自己从我的观点 当然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 跟我同样的感觉 我跟他们聊起来 就是说蔡主席 他的在整个政治领袖 培养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他缺少了一些 这个更多的利便 为什么这样讲 好像对他是一个蛮 这个直接的这个 指控 但是我是举很多视力 我不会用形容词 就是说 我觉得有很多话 他表达出来的时候 在接受检验的时候 不会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领袖 会发出来的这种评论 简单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18% 这个民营党在猛攻 公教人员18% 优惠利息的时候 那时候蔡英文主席有领 但是他面对民营党猛烈攻击 他不讲话 等到被这个披露 有领之后 他就放弃以后 他居然对着所有的观众讲说 好我不领18%利息了 但是我恐怕以后 比较没有能力去做公益 大家都知道在财产申报的时候 我们蔡主席是在公务人员里面 是令人羡慕的 算是这一种千万 或者我不晓得 有人评估是上亿的财产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遥远 那他这个逻辑 好像台湾所有人做慈善 都是拿18%利息去做的 这样的一句话就显露了一个 他受到的这个所谓的 自己的不足之处 像苏贞昌院长马英九总统 类似的话 都可能不会去冒出来 那再来他在这个前一阵子 这个民调 这个某家媒体做出来领先的时候 他就讲说我真的相信 国民党有参与跟主导 这样的一个民调 他其实指的是 旺旺忠实的民调 可是没有一丝的证据的时候 就会做这样的一个指控 这么严厉的指控 不是第一次了 他在Wikileaks Cable 就是危机解密里面 我看到他跟前AIT的处长 这个Steven Young 他讲说他觉得马总统有去干预司法的个案 所有伸进去当黑手 马政府幕后司法的黑手 他说像三个个案 他举的是陈水扁前总统的案子 陈明文的案子 跟苏贞昌的案子 就是云林县县长 那是2009年 当时苏贞昌被起诉 可是后来 不起诉处分的时候 今天到2011年 又证明了他在没有政治下做的指控 而我在美国的时候听到 他在哈佛演讲的时候 人家跟我讲 我说我一定要看到原文 他真的有讲吗 你们录音 他们放给我听的时候 他真的讲 他说 我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人物 这个如果在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人大概就 受到出局了 但是这个还不是重要的 是在 记得他在国内大选的时候 他公开的在民营党的初选里面 跟苏贞昌先生竞争的时候 他说我的经历 他指他的政治经历 要比苏贞昌先生 还要比马英九总统都还要完整 他前后这种矛盾 更不要讲到他在 在ECFA 前面讲的是糖衣毒药 说他如果执政 他要推动公投 把他废除 然后说会对台湾的经济签订之后 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包括就业市场等等 可是事后以后 他又说 这是个继承室 他要接受 我想这人物最糟糕 就是这种前后反复 完全180度的 flip and flop这种改变 这是让人可以感到不安的 就是说 你在没有证据之下 你就敢做这么严厉的指控 一旦你有了国家权力的掌握的时候 那是不是让人会真的心惊肉跳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他 我在美国就提出这些质疑 但是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是 除了蔡英文 其实苏嘉全最近的争议反而更大 你怎么看苏嘉全这一阵的 不管是处理防射 他讲话了各种方面的表现 这也是我从 当然是他竞选对手在做的批评 这个 我看到苏嘉人先生就是说 他讲的跟他实际落差太大 我刚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我说我愿意站出来做最严格的检验的时候 我是真心的面对的 但我觉得他讲完以后 他可以前后落差这么大 他难道把所有的选民都当做看不懂吗 听不懂吗 我觉得真的是低估了台湾所有的选民 尤其是中间选民的智慧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种撵凹然后砍拖 先是把这个陈瑞仁检察官拖下水 最后又把叶金川拖下水 结果事实证明这些都是 这个这个纯粹的一个砍拖的动作 所以我这个前一阵子也是在 跟年轻朋友谈到这一块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他拿刀砍自己 等于是拿开枪 不断开枪打自己的脚 我想台湾选民历经这么多次 选战跟选举的洗礼 他们自然有智慧 会有公论跟判断 那你怎么预测 作为选战的这个操盘手之一 或是主要操盘手之一 你怎么预测这是大选的结果 因为选民其实是很焦虑的 现在坊间 市井见面都 你觉得谁会赢谁会赢 那关键在什么地方 可以从刚才这个 这个忠实旺旺的迷选里看到 马中文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不只是在这边的民调 在我们自己内部做的民调也好 在其他媒体做的民调也好 马中文的曲线其实是蛮稳定的 缓缓的上升这几个月来 而我们他的对手蔡英文主席 比较是浮动性大 这个在给我们来讲的话 我要选择我宁愿不愿意站在 对方的这种处境 因为马中文做一个现任的总统 他一定要能够赢得超过过半 投票选民的才能当选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他如果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时候 他剩下的就是不要犯错 而且要把事实用你的政绩来证明 像人民让他能够说服他们 保证让你在做四年的时候 你可以让这个国家的未来 有一个确定性的保障 因为在投票给总统 跟投票给县市市长是不一样的 因为选民在最后投票 尤其是中间选民 他会有一个期望值 有一个预测 就跟买这个股票一样 他会看他的潜力跟未来的走向 那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是马总统 他的优缺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给人是一个非常认真努力 也许做得没有办法 达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期望的时候 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连结 跟他的这个认真跟努力 而且你像 我说他懂得反省跟修正 你看以前这个 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让他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 可是你看以后的风灾表现 他每一次都如临大底 戒慎恐惧 表现在风灾上面 他不会再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同样的在很多经济的措施之上 跟政策方向上 国光实化 他觉得这个该改 立刻就当机立断就改 我觉得他已经逐线展现 他的这个具体的事实告诉人民 他是有在这个不断的修正跟成长 能够符合选民未来 下一任的期望 是 好我们这段要休息再回来